讲到记录第49篇谈话记录 1.讲时 1936年12月12日晚上讲地 福州福音医院前吴医师问 我们怎样能够爱仇敌 有时我好好的对待人 但他还是捣乱 那怎么办 答 你要知道 你这人是不能爱仇敌的 你永远是一个嫌仇敌的人 你千万不要想你能够爱你的仇敌 你说你不能爱仇敌 这实在不稀奇 你如果能够爱仇敌 那才算稀奇 主把山上的教训给人 不是叫人去遵守 乃是叫人去犯 神把律法给人 也不是叫人遵守 乃是叫人犯法 神把这魔多诫命给人 主又把山上的教训给人 乃是要显明给人看 人是做不来的 神的律法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 那就是基督 只有基督能够答应神的要求 只有他能能遵守神的诫命 圣经里的旧法有二 第一是主在十字架代替我们死 第二是主在我们里面代替我们活 马太五至七章 主乃是说 这些命令你们做不来 但我活在你们里面 我能代替你们做我所命令的 主在马太五章十六节说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降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这表明是神做的 不是人做的 所以降荣耀归给神 若初先生讲到讲得好 没有理由归荣耀给我 若归给我 那将是世上最大的笑话 我们有好行为 为何归荣耀与父神 乃是因为这些好行为是神做的 不是我们做的 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神却无所不能 感谢神 神的儿子能够爱仇敌 如果你接受主在你心里活着 让他代替你爱仇敌 就没有问题了 谢师母问 我们如何能够知道神的旨意 答 如果你一年之中都是自己出主意 直到生死关头的时候 才来求问神 这样你就难得明白神的旨意 你若想要明白神的旨意 首先就必须把遵行神的旨意 当作你一生的目的 这样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明白神的旨意 不是方法的问题 乃是人的问题 方法是无用的 你要问自己 像我这样的人配明白神的旨意模 诗篇三十二篇九节说 你不可像那无知的罗马 必用搅环配投勒住他 不然就不能驯服 前一节说 我要定精在你身上 劝诫你很熟的人 只要用眼睛说话 生疏的人要用嘴说话 你如果与神相熟 他就会用眼睛对你说话 因此我们要学习与主非常相熟 与主之间没有任何间隔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知道神的旨意 腓立比二章说道 我们要有基督耶稣的心 我们若要明白神的旨意 就必须有主的心 有主的心 意思是说 我与主之间没有间隔 没有任何罪在我与主之间 凡里面没有主的心的人 里面也永远没有神的旨意 我们要常常学习 在里面跟从主的引导 主的引导有二面 第一 里面的催促 第二 里面的拦阻 你必须学习听从这两种引导 你如果不熟悉这两种引导 而想要明白神的旨意 那是没有可能的 你如果有充分的学习 当你遇到困难时 主就能以他的旨意启示你 引导你 你里面如果没有基督耶稣的心 外面就永远没有神旨意的引导 当你遇到难处时 不可指治标 乃要治本 你这人要有彻底的改变 你必须有主的心 与他相熟 与他没有间隔 这样 你就能够知道神的旨意 知美师母问 有时我知道一件事是主的旨意 但环境里有苦难 这是要怎么办 答 你若是确定 以为某件事是神的旨意 但有上面的权柄压迫你 比方父母或丈夫等 你就当顺服 那地会有一个人要来中国传道 但父母不肯 他就顺服 如果是神的旨意 神要负责把环境弄好 没有一个人不顺服权柄 而能得着神的祝福 你如果先顺服 然后求神对付那人 你就能看见他会改变 除了对你有权柄的人之外 如果有其他人或是族党 你就要胜过这些族党 在这种情形下 你要直接去遵行神的旨意 欧战时发生一个故事 有一联兵去守一座山 在军事上币 没有必要守这座山 但这联兵听命去守 后来在不到两个小时之内 全联兵都被打死 事情对错不是我们的事 我们只要问事情 是不是神的命令 若是我们要复兴神旨意的责任 神自会负我们遵行 神旨意之结果的责任 问顺服与顺从有何不同 答顺服是态度问题 顺从是行为问题 妻子要顺服丈夫 比如有一个不信的丈夫 叫一个信主的妻子去拜菩萨 在这种情形下 做妻子的可以顺服而不顺从 顺服就是有温柔顺服的态度 不顺从就是不照丈夫的话去做 有一个做丈夫的 叫信主的妻子去跳舞 她的妻子说 我巴不得跟你去 但是我实在对不起你 我做不到 这样的是不要顺从 但仍要顺服 在有些事上 我们只能顺服 不能顺从 但我们的态度 一定要柔软 要温柔 你要问自己柔软不柔软 温柔不温柔 你的灵如何 这乃是一个大的问题 有时候在行为上 固然不应顺从 但在态度上 总要温柔顺服 对于政府 你能听从就听从 不能听从 仍要顺服 如果你因不能顺从 政府要没收你的家产 你就笑笑 让他做 对于父母 要听从并顺服 假若今天在教会中的弟兄姊妹 能够彼此顺服 那光景不知有多美好 在家庭中能有顺服的态度 就能省许多事 如果一件事是不对的 你不可发怒 人的怒气 永远不能成全神的意 你即使不能顺从 也必须顺服 你们要彼此顺服 彼此对待的态度 必须柔软 声音不可如同钟 如果一个家庭里 都是骨头 没有肉 孩子不顺服父母 妻子不顺服丈夫 这个家就一点都不能和乐 我常去人的家中做客 很少看到有和气的 这都是因为不懂得顺服 求主伸给我们 使我们有一个顺服的灵 要有顺服的灵 必须要经过主的十字架对付 做没有错误的人并不容易 我们常以错误的态度 去做一件正当的事 摩西骂以色列人说 你们是背叛的百姓 米尔时时 摩西的错是在态度上 而以色列人的错是在行为上 我们每天要学习 在行为上做无错的人 并且在态度上做无错的人 我们在各面 都要学习顺服 问 纪念周要如何对付 答 圣经里没有禁止人出席 但圣经禁止人 向任何人想屈身鞠躬 出二十章四到五 政府的命令要尊敬 你的态度要顺服 参胆三 问 可不可以向国旗行礼 答 国旗是青天白日 是天上的像 像这项行礼是不可以的 以前的旗是五色 与宗教不发生关系 向那其行礼就没有违背圣经 问 乃曼陪同他主人 进临门庙寇拜时 他也屈身 他向以丽莎认罪 求神饶恕 以丽莎对他说 他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 往下午 乃曼向偶像屈身 为食谋无罪 答 乃曼向偶像屈身 是他的责任问题 他的主人要拜偶像 他搀扶他的主人 因此也向偶像屈身 实际上他的屈身与偶像 没有发生关系 但我们还是不要做 这种近乎罪的事 世界上最难的人 乃是住在城墙边的人 你要安全 最好不要住在边界上 否则敌人一炮打过来 首先就打到你 你要安全 还是住在离边界远的地方 基督徒最怕的 就是做边缘的人 你去做那种近乎罪的事 总是不上算的 比方在德国与法国边界居住的人 常在两国之间走来走去 结果总是吃亏 你若做边缘的人 虽然不一定跌倒 但别人却为你害怕 秋师母问 拜生日可以磨 答 立位纪十三章说到衣服上的麻风 衣服就是基督徒应试的行为 换麻风者的衣服需要过活与过水 过活与过水的原则 就是基督应试的行为 需要经过审判与捷径 问 耶稣的生日是那一天 答 全部经中没有记载耶稣 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生的 圣经也没有命令人 要守耶稣的生日 我读经多年 起码读过一百多次 我读不出主的生日 是那一天 也读不出主教人要纪念他的出生 主教人纪念他的死 却没有叫人纪念他的生 当他降生时 有牧羊人在野地 表示有羊牧放在野地上吃草 但在巴勒斯坦地 四月前 九月后 是下雪的时候 羊只能吃草 不能吃血祸兵 所以主耶稣绝对不可能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 在历史上 研究罗马帝国历史的人中 以第一权威学者吉彭 一 最出名 他说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是罗马国教里最热闹的节日 就是太阳的生日 每年约在十二月二十二日 是日间最短的一天 短日之后 第三天为太阳的生日 因为罗马人要热闹 所以接受基督教之后 罗马皇帝就以十二月二十五日为耶稣的生日 按照马拉基书 耶稣乃是公义的日头 所以他们就把太阳的生日变作耶稣的生日了 当然我们知道这样做 完全不合真理 我们不能接受